明术祭第29章 7月1日,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这是你们吹脚的日子 你们要把梵祭做鲜香的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铜献的素祭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要献上三公斤 为每只公民羊要献上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羔 每只要献一公斤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为你们赎罪 在月初的梵祭和铜献的素祭 长献的梵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照例铜献的奠祭以外 还要献上这些给耶和华做鲜香的伙计 在7月10日,你们要有盛会 刻苦己心,什么都不可做 只要把凡祭做鲜香的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绵羊 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铜献的素祭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每头公牛要献三公斤 为每只公绵羊要献两公斤 为那七只公羊羔 每只要献一公斤 在为赎罪的赎罪祭 长献的梵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7月15日,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要向耶和华首节七天 你们要给耶和华献梵祭 做鲜香的伙计 就是13头公牛犊 两只公绵羊 14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铜献的素祭是用油调和的细面 为那13头公牛 每只要献三公斤 为那两只公绵羊 每只要献两公斤 为那14只公羊羔 每只要献一公斤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二日,要献公牛犊12头 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三日,要献公牛11头 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四日,要献公牛10头 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五日,要献公牛9头 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六日,要献公牛8头 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七日,要献公牛7头、公绵羊两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十四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第八日,你们要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给耶和华献繁祭 做新香的伙计 就是公牛一头、公绵羊一只 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七只 并且为公牛、公绵羊和公羊羔 按着树木照着归例 献上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电祭 在长献的繁祭和铜献的素祭 以及铜献的电祭以外 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在那些为还愿或是甘心所献 做你们的繁祭、素祭、电祭 或是平安祭的以外 这些是在你们规定的时期内 要献给耶和华的祭物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一切话 对以色列人说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